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您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您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上星期意大利國會傳出消息 說會在本州通過一個聲援香港的決議案 最後意大利國會在當地時間星期二就通過了 而且全體一致通過 這反映到意大利國會人家的辦事效率相當神速 而且信守承諾 在文明社會當中很重要 不像有些雙普選寫在基本法上 到現在還未有 或是落831框架去限制 令市民和青年走上街頭和里特區政府抗爭 到底意大利的聲援香港決議案是說什麼 有三個重點 第一就是要求特區政府去調查 香港警察濫用這個武力的情況 第二就是促請特區政府釋放那些因為參與示威遊行 而被捕的市民 這兩樣東西其實都是我們的五大訴求之一 第三樣是什麼 就是呼籲特區政府交出禁止黃之鋒 去歐洲演講的正當理由 這個理由有責任 你其實是限制了他的出境自由 為什麼呢? 你就要跟歐洲那邊回答 因為不只是意大利國會邀請他 有其他地方邀請他 這個 議案是由眾議員 盧比提出的 獲得跨黨派的一致同意 這就是人家整個國家都同意 聲援香港 我們也感謝意大利的國會議員 和香港人同行 因為中方就是軟硬兼絲 大家記得我上個禮拜都有一節說到 中國駐意大利大使館在上個禮拜作出了強烈的抗議 因為意大利國會就和黃之鋒進行了視像對話 限制他的人不能去國會 但是現在有這麼多創新的科技 要在議會那裡直播 他的樣子出來有多難 限制不了 其實已經沒有地位限制了 只不過phesically的人去不了 你又抗議 又批評意大利國會是創移車不負責任等等 甚麼都能說出 結果引起了意大利潮野的震怒 無論是執政黨還是在野黨都不like你 就說意大利並不是中國的一個省犯 這說得很好 你干涉別人的內政 好了 硬工不行就私下軟工 原來外交部在前天放話 就說中國和意大利這兩個國家是好朋友 速請意大利就在香港問題上 支持中國 但是雖然他們這樣說完 就沒有人理他 結果這個聲援香港的決議 是一票都沒有走到 是零票反對 全體一致通過 即是面對著中方軟硬兼絲 這麼強大的壓力下 人家都是無所畏懼 選擇了和香港人站在一起 這就值得感謝他們 因為這個法案其實是極具象徵意義的 在美國通過了香港人權法以後 意大利國會又通過這條決議 慢慢就會造成了骨牌效應 其他國會可能爭相仿效 立這些類似的法例來制裁那些 侵害人權和打壓民主的人 最新的消息就是 原來澳洲的國會 展開了資訊 就著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法 一旦這個法例在澳洲通過了以後 就會對於 那些侵害人權的官員和警察 就可以對他作出制裁 泛民 李卓人 和譚文豪等等 就在前陣子訪問了澳洲 對於當地政界進行了遊說的工作 就是在說到底是不是在澳洲要實施 這個 馬格尼茨基人權法 當時有些國會議員接見了他們 這個會面有什麼成果呢 根據澳洲議會的新聞 指出 當地就會就著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法 是否在澳洲實施 展開一個資訊 資訊期就到下年的2月結束 到時就會轉交到國會 繼續討論 而根據澳洲議會人權少了委員會主席 Calvin Andrews 說到 這次就會有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來打擊那些在澳洲境外侵害人權的官員和警察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這些人在澳洲擁有資產的話 你可以凍結他 或者不讓他入境 或者是阻止他的子女 去到澳洲就學 這是一個契機 當然 目前你說的言言之上早 還要等待他當地的資訊結果 這個 我相信將會成為一個骨牌效應 因為日本 或者其他地方 很多民間組織 已經在醞釀 到底是不是要立這些 類似的法例呢 那些侵害人權 打壓民主的官員和警察 就自己好自為之 到時 周圍都無法去旅行 就算沒有資產也沒有人 都不讓你入境 回大灣區 好了 至於說到派錢方面 昨天陳茂波大師長公佈了那些所謂的輸困措施 被人恥笑他沒有用 水費電費 因為你免財的上限 幾千元 大佬 成哥一派了六皮 你免人家一家機構幾千元 根本就是杯水車身 救得多少 一家公司如果要倒閉 也不是等你那五千元 糧都未夠出 所以 經常說到資助金額是多少百億 多少十億都是沒有用 這些全部都是假大空 你是要怎樣為之實際資助 就像成哥那樣有個應急錢 賤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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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賤 雖然他是一個九十多歲的長者 但是他慈悲為懷 真的做到什麼 當時老董說的兩句 急市民所急 想市民所想 原來他總值十億元的應急錢計劃 他有一個目標 在六十天以內 對於飲食業 零售業 旅遊業 以及一些流動小販的同業員 發放現金資助 他原來是通過一個Google的雲端人工智能 用Vision AI的技術 來實踐這個目標 當時大家記得 那些申請就全部在網站搞 那些人就上載商業登記證 牌照 以及一些相片 這個技術有什麼突破點呢? 就是說 他可以自動在圖像當中摘取文字出來 那你就不需要再用一個人手來搞這些東西 全自動化 接散了很多處理和核對資料的時間 你想想 陳茂波大師長 你搞什麼派四千元的垃圾計劃 你叫市民填表已經是一個糟糕的行為 填完之後還不可以在網絡 還要寄回去 然後又說寄失了 現在是2019年了 你還用這些落後的技術 根本上你就沒有心派錢 你就是要圍欄的市民 你只要糟糕的 拿來的四千元還要寫一大堆東西 一會兒又說要拿住址證明 你不想派就不要租責市民 到申請結果派出來的時候 有些人只有幾塊錢 只有幾十元 根本上就是糟糕的 黑衣也不止 林鄭月娥 你給沙田那裏 你記不記得 大家在沙田排頭村那裏給大陸的黑衣也給五塊錢 你根本上就是要糟糕的市民 大家記不記得當年 曾俊華司長派六千元給我們的時候 有得一樣 當然他也給你填表 給那些不適用電腦的長者 或者其他人去使用 但是他也在網絡給你按 一登入那個網銀就已經是按鍵 就已經是批錢給你 你說多方便 其實就是告訴大家 當時2011年的時候 以當年的技術都做到這件事 為什麼現在這一刻做不到呢 互聯網世界那麼方便 人人都有一台手機 基本上是 你又不讓人這樣去做 你就要為難那些市民 因為你根本對於派錢這個行為 就是心不甘情不願的 你經常說要搞什麼理財新哲學 你的新哲學就是掩著自己的荷包 不派錢給人 其實那些錢都不是你的 都是屬於納稅人的 你掩著它是把屁嗎 結果民望就只剩下19分 這些人是養蠢 好了 成哥這一壇 人家三個星期就處理了超過4萬3000宗的申請 而且連支票都寄到商戶手上 人家就在網上打卡 還可以放上去 多謝李嘉誠先生 然後還去銀行入票 已經兌現了 三個星期就搞定了 所有事情 你這些人是不是要自殘盈慰 你這個陳茂波大師 一個月就鬥35萬9千元 那個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 一個月就鬥33萬5千元 這班人 你說不是容官是什麼 糧就出了那麼多 你有沒有想到我們基層的市民 他們是怎樣的生活情況 一直在這裡 叫你填表 叫你做這個那樣 全部都是不務正業 尤其是創新及科技局 為什麼你不幫陳茂波去派錢 你搞什麼創新科技 永遠在搞智慧登署 監察市民的行蹤 這些不一樣是侵害人權 你現在小心點 楊大局長 現在美國通過了香港人權法 所有侵害人權的行為 遭受到制裁 你小心點 其實台灣人 搞了這些什麼智慧登署 終於現在就18區的區議會 有17區翻盤 那你不用搞了 因為要通過區議會諮詢 你最好不要搞了 現有你最好拆掉 不要借監察市民的行蹤 又說根本上你撒謊 智慧登署又可以檢測到交通的狀況 又說空氣質素 各自就搞了 市民最擔心的是什麼 侵害人權 就是你借著高薪科技的名義 來搞那些監察 好像大陸那樣 一出街就永遠被人拍到了 去哪裏都被人拍到了 市民就是不喜歡這件事 再加上市民就是不相信你 特區政府是真心來搞這些科技 考納鱼木運珠 借著這些東西蒙運過關 將這些監控系統 又塞在登署那裏 已經被人揭發過是有的 那些鏡頭 所以不要再搞了 這些智慧登署 不需要那麼高智慧 城市 因為那班司機長 局長全部都是沒有什麼智慧的 搞那麼多你也沒用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